今天我要介紹的是Adobe Lightroom最新版本 它最新推出的功能 我覺得這個功能非常非常有趣 一定要介紹給大家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一個經驗 就是看到某些專業攝影師拍出來的照片 你會發現 哎呀我也好想拍出這樣的照片 怎麼說呢 它的主體跟背景呢 有非常明顯的分離的感覺 背景比較模糊一些 就很想要拍出這樣的照片 但是呢 我們平常又很常是拿出手機來拍 手機呢 因為感光元件以及鏡頭的焦段 都是比較小的 比較難做到這樣子的效果 所以呢 各大廠家都推出了人像模式 讓你拍出來的人跟背景 可以有很明顯的分離效果 今天我終於可以在 我最常用的Shorto軟體 Adobe Lightroom上面 見到這樣的功能 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我一定要介紹給大家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張照片是我的結婚登記的時候 手機拍出來的照片 它是用iPhone 14 Pro拍攝的 你就可以明顯的看到 我的臉是模糊的背景也是模糊的 所以沒有太大的分離效果 因此我們現在就要來用一下 Lightroom的這一個搶先使用 沒錯 你一定要更新到最新版本 有一個鏡頭模糊的效果 那當我按下套用的時候 各位就可以看到它正在分析 哇各位可以看到這個背景 比我的臉 顯然比我的臉模糊非常多 本來我的臉呢 我臉跟背景一樣模糊 但是它現在呢 達到一個非常明顯的效果 那當然各位也會發現到說 它跟我們手機在拍攝的時候一樣 這個邊邊的地方 其實都會有一些明顯的瑕疵 但是當我放在社群媒體上面 放在Instagram上 哇你這樣的效果根本看不出來 好那你如果覺得這個效果太假了嗎 因為我們用一個廣角鏡頭拍攝 不太容易有這樣子的模糊背景 那你也可以在這邊 各位看到右邊 一個模糊量 你可以做一些調整 我不想要那麼模糊 那我覺得以手機的廣角的話呢 我覺得20左右 已經是最自然的一個狀態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試試看100 好100呢 就感覺你人是批上去的 接下來再看一下 這個扇景呢 使用這個最圓潤的這個扇景 非常高級的鏡頭呢 他們都會強調 哇這樣子非常圓潤的扇景 一些老玩家 一些古代鏡頭呢 可能會有一些特色 使用這個洋蔥圈的效果 好各位就可以看到 我的背景就會變成 很多玩家很喜愛的 這種洋蔥圈的扇景 非常非常的迷人 我們可以進行一些 手動的調整 還可以使用這個顯現深度 比較後面的 他會用紫色的來呈現 比較前面 他會用這個比較橘黃色的 來呈現 我要把這個範圍呢 調整的更接近 在我的這個人臉的時候 調整這個 我們右邊這個尺的地方的時候 你就發現 白色的地方 認定成對焦的一個區域 沒有白色的地方 就是他認為是背景 他會幫你處理成模糊的狀態 那你就可以做一些 非常精細的調整 手機來拍攝照片 你就算沒有開啟人像功能 你還是可以事後的來去進行這個動作 而且呢 我覺得手機拍攝有一個更好玩的地方 就是因為手機 他可以讓整張照片的範圍 都是清晰的 你就可以做一個有趣的 調整 你就可以故意 讓你的人臉變模糊 背景清晰那種 呈現這種 還有對焦失誤的 這種NG照 非常非常有趣 這個是修正後的 原本 前後都很明顯的 我現在加入這個效果 哇 他就變得 有那麼一點質感了喔 那下一張這個 會有什麼樣子的問題呢 這個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對吧 但是呢 依據我的經驗啦 這個池子 下半段離我非常的近 而後面的背景 又離我非常遠的時候 那照理說 我如果對焦在這棟 世貿中心上面的時候 那我的前景 應該要是模糊的 因為我使用的是手機拍攝 有沒有看到 我這張一樣是用iPhone14 Pro來拍攝的 它的鏡頭 它是2.22mm 所以呢 它的景深可以非常非常的深 那所以呢 它的前景跟後景都一樣清楚 我們要讓它變得更有質感 因此我們來 一樣來到這個鏡頭模糊的地方 套用 好 各位運算出來了 前景它就變模糊了 它跟我心電感應 好 我們來看一下前後對比 前後對比 喔 非常非常明顯 那你也可以讓它模糊一點喔 50這個有點太誇張嘛 20左右達到最自然又有質感的效果 可以用另外一種就是 欸 我假裝對焦到我池子這邊 我把它向左移動 對焦到了這個池子這邊 那我背景就變模糊了 這個超廣角鏡頭 容易造成的前景呢 應該要模糊了 沒有模糊的情況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效果來去補足 第三張呢 拍攝微小模型的時候的那一種效果 我們一樣按一下套用 喔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效果就很像是 我打造一個洛杉磯城市的模型 然後呢 我用微距鏡頭來去拍攝這種感覺 但實際上我們來看一下圓圖 圓圖呢 是一個Gatey Center 往下拍這個洛杉磯的市景 我加上鏡頭模糊效果之後 喔 它就有一個在拍模型的感覺 你就以為這是模型 做這種照片 我覺得就可以把模糊量加大 喔 讓這個模糊效果更加的清楚 我如果想要換一些焦點 把焦點往前移一些 把焦點移到這邊 有沒有 這裡就很有這種小汽車的感覺 我們幫你裁切一下 喔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車子都感覺像是 Tomica小汽車一樣有沒有 透過這樣子的鏡頭模糊效果呢 它就會讓你以為 在拍攝一個微小模型喔 各位可以把你所有這種 比較俯拍型的風景照片 就拿來做這樣子的效果展現 就會非常非常有趣 那尤其當 你的照片裡面有車子啊 有這種微小的車子啊 微小的交通工具啊 以及人類的話呢 它就會呈現出這種 非常有趣的模型效果 好那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覺得很有趣的話 幫我點個讚 幫我留言跟我說 你覺得哪個部分最有趣 那麼 我們就下一集再見了 掰掰 訂閱 小汽車 完整 Eh öz